跟著大戶走財富一定有 我是李思錦 歡迎收看大戶羅盤 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稀 動能掌握直線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 前面視頻 好 我們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155點 歐利西上漲3.18點 好 如果說就指數來看 暫回1.6萬就對了 那暫回1.6萬當然就是 應該是可以印證我們 在前幾天所跟大家說的 最差的狀況已經過了 好不好 最差的狀況應該就是過了 現在怎麼樣 現在就是就算他沒有大幅反彈 也會怎麼樣 應該就是就算沒有大彈 也是在那邊整理來整理去 然後把均線拉平 那把均線拉平的話 其實你看今天 其實今天 投信外資竟然都是賣超 這個蠻妙的 今天就 指數大漲 結果呢 這個 外資跟投信都是賣 你外資賣就算了 結果投信基本上今天也是賣 其實就這部分 應該我們可以合理的解釋 就是 今天晚上把我要講話你知道嗎 投票今天晚上把我要講話啦 晚上啦 所以呢 所以就是 他有會講什麼我也不知道 但是應該 應該 應該是不會講太差啦 因為如果說他講 音派的話 他之前講話就一定比要偏歌派 他如果要講音的話 這個市場上基本上應該會 應該會瘋掉吧 你到底是要偏哪邊 也就是應該是 就反而來看 應該是 晚上他要講話 然後呢 避免夜長夢多 因為今天反彈嘛 所以呢 所以稍微做個剪保 我認為很合理啦 那如果說我們從一些數字來看 朋友 從數字來看 我現在就今天 今天長最多 指數貢獻第一大就是台積電嘛 長了10塊 那朋友我現在如果台積電這部分 我現在我有跟大家提到 其實他已經跌到兩年線的位置 跌到兩年線 而且呢 而且在505這邊 這個本益比已經到16倍了 去年賺23 今年可以賺30 那目前反而都在估什麼 如果說3奈米這部分 基本上是OK 符合進度的話 明年應該可以賺到40塊 23 30 40 本益比打到16倍 這是蠻奇怪的 就很低啦 但是朋友 這個台積電他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他會跌成這樣子 主要是什麼 主要就是 目前就是前佔流回 叫流回美國 那如果說前佔流回美國 他主要就是卡到一個升息的問題 升息縮表的問題 如果說這個升息 比如說這樣通膨的部分 他是可以 我們可以如果說後面可以確定說 8.5%就是通膨到頂的話 這個505應該就是短線上的 一個低點 那你從其他的數字來佐證的話 我希望我們跟大家講到旗子 這個旗子明天要結算 明天這個會有一個新的東西 會有開新艙嘛 在看新艙到底怎麼樣 你再去看後面的那個方向 4月10號的時候 9973對不對 到昨天已經是怎麼樣 -2540嘛 有沒有 今天變正的你知道嗎 今天變正的啦 空單全部補掉啦 空單都沒有啦 外資的空單都已經 就是如果說以明天結算的話 他們沒有空單的啦 空單基本上補的差不多了啦 所以就是 能大談當然最好 但是呢 如果沒有的話 怎麼樣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應該就是整理啦 整理然後拖到6月10號公佈CPI 沒有我個人認為啦 你3月是8.5 4月份不然預期8.1嘛對不對 結果出來是個8.35 這個真的是這個數字不太好看 你下個月6月10號公佈的 應該會好一點 應該不會再跌破市場眼鏡了啦 如果再跌破市場眼鏡的話 說真的 有沒有最近航運股在跌對不對 其實你CPI這麼高 其實當然有一部分是因為什麼 就是你廠商要轉嫁 一些那個商家要轉嫁 因為運費實在太貴了 但是你那個航運股開始在跌了 你有沒有發覺 航運股終於在跌了 之前是馬斯基嘛 馬斯基說今年很棒嘛 但是呢 前天是什麼 赫伯羅特出來說 下半年可能怎麼樣 下半年的那個運費可能會往下掉 可能會開始回到正常水準啦 那開始回到正常水準的話 投票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航運股這個 它是什麼 它是景氣巡邦股 它看報價的 報價如果沒有往上漲的話 你不要想說什麼本益比 怎麼多低 什麼本益比一倍兩倍 這種股票不是看本益比的 好不好 什麼記憶體啦 被動元件 面板 運費 投票這種都是看報價的 只要報價漲它就會漲 報價如果跌的話 什麼本益比都沒好 好不好 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現在 你看航運股的部分 就是應該 就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嘛 大家預期什麼 預期下半年的運價 可能往下掉 那運期下半年運價 會往下掉的話 你運價往下掉 然後呢 中國這邊 可能美國要取消 中和關稅的話 你的CPI 如果又維持在8.5 之後真的很奇怪 所以呢 所以 這種狀況 當然怎麼樣 應該是後面可以獲得改善 所以 就CPI 三月份那個8.5 應該 應該就到頂 好不好 我們還需要6月10號這部分 公佈那個 最新的輸出來做佐證嘛 不過 你從目前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都怎麼樣 從目前這些狀況來看的話 應該都是 我只能先跟大家說 最差的狀況 應該是過了 好不好 最差的狀況 最差狀況過的話 大概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 如果說震盪阻底的話 就是強弱股 它開始怎麼樣 開始 各被顧表現 好不好 CPI就是我們 昨天有跟大家提到 這是8.5 這邊8.3 如果它開始往下掉的話 就是 這個就是頂了 好不好 這個就頂的話 你就升息的部分 應該就是 像之前 把我所說的 6月7月 各升兩碼 再來之後 一碼一碼一碼 所以年底的時候 就是年期 就這樣子而已 好不好 所以就是 應該就不會有太大病動 好不好 樂觀期望是這樣 好 那 整個盤勢 如果說是 開始做橫盤的話 各被顧表現 對不對 很小心 各被顧表現 我還是比較喜歡選那個 進可攻退可守 好不好 就是 如果說真的 比如說包兒講話 包兒講話 其實你要看市場上怎麼解讀它 你要看市場上怎麼解讀它 我們比如說 比如說他之前說 我沒有 像之前 他說說 我不會 我不會升三碼 對不對 反應一天 第一天的大家的反應是 不升三碼 所以五月就兩碼 沒錯 他也五月升兩碼 但是呢 隔一天之後 賈息歸環景變成什麼樣 變成說 好像 好像是 兩碼不知道升幾次喔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他沒有考慮升三嘛 但是呢 兩碼不知道升幾次 也就是 你要去看市場上 要去怎麼解讀它 那怎麼解讀它的話 如果說這個地方是一個 橫盤的震盪 震盪主體的話 這樣主體的話 他也會跌啊 你懂我意思嗎 也會跌啊 就像我們剛一開始看的嘛 今天大漲150點嘛 結果呢 法案就是賣的 外資賣 投薪也賣 所以是誰搶的 市場上搶反彈嘛 幹嘛 那市場上搶反彈如果今天包了講話又怎麼樣的話 明天這些短線看 短線課會怎麼樣 全部丟出來 所以呢 所以 同學一直 賣來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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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來賣去啦 就像這個一樣啦 同學這股票也很洗啊 但是 洗歸洗 同學洗到現在是這樣 比如說像我們昨天 對 就他熱點洗嘛 你這樣看基本上他偏多嘛 跟大盤比是強的嘛 對 那昨天 也很洗 好不好 就洗啦 不過還好險 好險我們有先出一下 有減碼一下 對 減碼一下 不然說 欸 不然後尾盤要掉下來 哇 假摔 對 看了 同學 應該說其實 有時候操作 就是你高點如果說沒有稍微出一下 然後掉下來 少賺七千塊 不是 就 那種 心裡就有點暗憂 對 但是 我要跟大家提的是什麼 我跟他提的是 如果說這個盤是在那邊刷來刷來刷去的話 你要找的是 他如果 大盤在往下跌的時候 他是可以抗跌的啦 就是不要說什麼大盤在跌 哇 一直跌一直跌 對不對 其實我現在很多股票都跌什麼 在這一波都跌個三成四成 一大堆 後面有的會彈起來啦 甚至有的會過高啦 有的是基本上是彈不起來的 就是你要去做分別啦 那去做分別的話 有沒有 像那種比較抗跌的說真的 其實台電如果說你有看我東升節目的話 台電那個 在500E那邊的 我也是說那個本益比很低啊 河流土就是16倍本益比嘛 對 跌破兩年線 這個 這個你要 有沒有 你要我去跟你說 這個地方是慢一點 台電不好 我這 我真的說不下去啊 你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說不下去啊 因為 那些地方你眼睛拿著 你放長線的 基本上他是可以賺錢的 當然 長線 有沒有 長線是你要有耐心的 你說要買了馬上是馬上漲 我哪知道 我不知道嘛 但是你就一個比較長線來看的話 在505那邊 505、510那邊 其實說真的 長線基本上是OK的 甚至於我現在那天我在東升我怎麼講 我是不是說 台積電雖然說看起來很鳥啦 但是他是外資提款的 他是變外資提款的那個機器嘛對不對 因為很好賣嘛 然後一大堆ETF都有還一店嘛 所以呢 所以就是 他很倒楣 但是你一看他的那個 相關供應鏈 比如說像阿財好了 金財 好不好 金財 金財今天跑了140耶 當然140這邊啦 不能追啦 好不好 不能追啦 140 一百二三那邊還可以買啦 140這邊 基本上今年就是賺六七塊而已啦 但我要跟大家提的是 你去看金財 你去看什麼 你去看創意 你去看四星 這三支股票都是台積電有的 他到底這一波有沒有跟 有沒有跟台積電一樣整個錄下去 整個破底 沒有啊 不是都開始漲了嘛 而且那底都打出來嘛 甚至如果說你在看什麼什麼 星雲法師啊 中砂 中砂也是維持在天上 沒什麼跌的嘛 甚至像8028的森陽辦 這些股票都怎麼樣 都 他都跑回月線耶 大盤今天月線都還沒怎麼樣 大盤今天月線都還沒站上去 甚至月線基本上是很陡的 他很多供應鏈基本上都已經翻上去 而且月線基本上就開始往上翻揚 所以 如果說你說台積電不好 那他的相關供應鏈應該也會很差 但是 看起來就不是嘛 他相關供應鏈隨便找到六支 對不對 青菜球的樂器啊 就是六支股票 六支股票是相對大盤強的嘛 而且那種打不抵都打出來了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 相對抗跌 就是大盤如果再跌的話 像他的台電 頭髮台電要看長的 外資提款沒辦法 那其他的供應鏈 其實我個人認為 其實都可以留意的啦 好不好 當然車電是比較明顯的趨勢 其實說穿的 半導體也是趨勢啦 怎麼不是趨勢 現在是五奈米吧 再來是三奈米嘛 再來兩奈米嘛 對不對 賺二三賺三十賺四十 那是不是成長趨勢 不然是什麼 難道下跌趨勢嗎 怎麼是 這不是嘛 那只不過我們回到這個地方講 昨天這樣子 今天怎麼樣 今天要跑上海 在這邊 上個禮拜大盤跌一千點 說真的 真的會跌的話 早就下去了啦 這真的會路走下去了 你懂得是嗎 最後那一千點 我相信我有在節目上跟大家提到 我個人認為是 加速趕底 就是最後的趕底啦 趕底完蛋就是怎麼震盪主體嘛 以目前來看的話 盤是符合我們規劃 那盤是符合我們規劃的話 其實再來就是什麼 就是 跟我表現吧 跟我表現看你怎麼選而已嘛 你要找那種跌身反彈去搶那個 不懂我還是 我那個跌身反彈 我不太喜歡搶反彈啊 你要做多就做多多方股嘛 多方股基本上比較安全啊 好不好 像這個啊 多方股啊 沒看暗轉 就是早上 對啊早上看起來有點鳥啦 不過又跑上海了 跑上來我會開始賺錢 所以像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做個簡單結論啊 其實就盤這個部分來講 說真的今天兩千億而已啊 兩千億出頭 那兩千億出頭的話 其實市場上怎麼樣 其實市場上 他不太 還 驚魂未定 他還是驚魂未定 而且晚上把我這個地方要講話 他把我這個地方要講話 其實 到底市場上明天怎麼解讀 不知道 因為 我們剛看了嘛 今天 頭信沒買嘛 頭信是賣的 外資也是賣的嘛 只不過外資賣 其實他又把空單給補完了 如果你們覺得看外資真的蠻奇怪的 但是你要看 看外資要看什麼 其實你要看他的旗子啦 你有沒有發覺他旗子一路補 那就沒有低點了嘛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從那麼看 我只能跟大家說 就盤來看 應該就是開始增浪注定 那開始正當主體的話 Nike嘛對不對 Nike啦 最差的狀況應該是跌完了啦 再怎麼樣 再也要脾氣一臺 那脾氣一臺的話 像這種抗跌的 我的看法應該是抗跌的 應該要先看才對啦 要先看啦 因為這種股票如果說不先拉出去的話 你到底 你後面你靠那個跌升反彈的 跌升反彈當主流不是很奇怪 趨勢股當主流很正常嘛 對不對 這種如果說弄一弄 他就跑上去了對不對 全世界都知道車電股要來了嘛 就沒辦法 那些跌升反彈呢 那些跌升反彈 那個反彈就是還會再徹底耶 不是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要看的話 就看兩個部分啦 一個什麼 一個半導體啦 台電相關啦 但台電太大支 太慢 你沒耐心你也不用看他 就看他那個 公益鏈的族群啦 當然就我所知 有一些股票 就是他一些公益鏈裡面啦 有一些股票 6月份公佈5月份的營收 應該就上來了 你5月公佈4月的可能看起來鳥鳥的嘛 對 就是這個月月初你看起來還不怎麼樣 但是你下個月月初 有些5月基本上就會開始創高 5月創高 6月可能整理一下 7月再創高 有些股票基本上 數字人家 有沒有 市場上沒有 沒有那種絕對保命的事情 反正就是 就供應鏈裡面 已經有些 5月份營收 基本上會先上來 會上來 基本上是怎麼樣 就是 就是你要先留意的嘛 好不好 當然那個後面我再來跟大家報告啦 短天上先看什麼 先看車電比較安全啦 好不好 這就比較安全 VMS嘛 電池管理系統嘛 打進特斯拉 打進豐田 那個東西才具有想像空間 你後面要漲 通通你股票要漲 要想像空間 不是那種跌很深在彈起來 那個跌很深彈起來 那很多股票那個想像空間 都已經沒有了 好不好 好我們做個簡單結論 通通其實我們跟大家提的是一個操作的方法 就是 我知道在 在上個禮拜 當然 忽然就跌了一千點 蠻難過的 但是 我相信 我也沒跟你落井嚇死啊 說啊這死定啊死定啊 這盤死掉了 沒有啊 就最差的狀況就在這邊了嘛 就差不多跌完了嘛 然後跌完了 你到今天來看的話就是 差不多 這最差狀況已經過了 現在幹嘛 現在這張主體了 然後呢 好的股票跟壞的股票開始怎麼樣 開始要開始分道揚標 那分道揚標有沒有 你要有本事把這些 後面有機會 有故事 有辦法成長的股票 你要先把它找出來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你自己有買到一些 可能不太行的 在這段期間喔 有沒有 趁著股票還沒有大幅的 兩種股票還沒有大幅拉開的時候 你要趕快換 要不要趕快做個調整啦 不然到時候 好的股票上去了 結果你的股票 欸我的股票怎麼沒上當 啊現在是要怎麼辦 上去怎麼辦 有沒有 有時候 就是趁 其實股票就實際財而已啦 該做什麼時候就做什麼啦 那我的看法就是 調到什麼 調到那個 就調到這種啦 類似這種啦 好不好 類似這種股票還蠻多的啦 蠻多的啦 半導體的啊 半導體跟車電 比較多啦 好不好 所以短天上基本上就差不多這樣子 好啦我們心法也是一樣喔 跟著大幅走才肯定有 趕快我昨天大幅沒什麼動 那今天大幅有動 好不好今天大幅有動啦 喜歡分析的話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的節目更新喜歡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會不會分享到這邊 除馬動足先機董人 掌握機嫌 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掰掰 華觀投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觀投庫104金管投庫新字第009號